欢迎收看大型唱片评书 我从战场归来 我是常理王刘嘉林 我在加拿大北极地区拍摄 请大家关注唐师曾一经到底 终于又回来了 我一口气说的 我知道你没喘气 那个本来说是那个 回来了以后不用那个枪背景 还是不用啊 因为那个 我得收拾 我就累死了 咱们情景区的这个部阱 第一个场景 刚给收拾出来 这是第一个场景 然后还有场景 以后我还给你们看什么 怎么给你们 音乐都怎么出来的 然后那边那个场景里边 是专门讲片剑先生和评书的场景 然后评书的场景 也可以换到外边也行 好几个呢 三四个 四五个 还可能有那种特硬核的场景 对吧 这种场景 就基本上可能就偶尔出一个插开大会的时候 对吧 对 所以说 新的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一个studio枪裤 然后完全是自己的环境了 以后就永远都是这个 就是这个 爽子了 我妈说你这地儿真像一地堡 对 我这就是一地堡 我这一半地下室 正好这块有一小窗户 那边有一小窗户 然后这儿有机枪 夹着可以 就全入武器 没子弹 终于就是完整的实现 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枪弹分离 就这屋子里头就是没有子弹 假子弹都没有 假子弹一小包子 就我说过嘛 假子弹其实挺危险的 对 以前我还真没觉得 你那天一说 我觉得这 假子弹特危险 这真挺危险的 你别没事 我哥们那天就让我给说了 把假子弹也都给收了 我说你还别老 他老给我看嘛 他说你看我这假子弹 啪啪装进去 卡卡卡拉着 我说你别玩这个了 我说你觉得我需要看这枪 能拉着啪啪啪往来蹦子弹吗 咱都没这瘾了 就没这瘾都是老手了 干嘛还得演示 这没意义也是这玩意儿了 别来这个了 老老实实 你把这夹子弹都收了吧 万一那天 你儿子跟着一块打枪去 混了 对 啥帽了 不能细想 对啊 你真不能细想 就有各种各样的 可能他不是故意的 可能就装兜里了 接下来发现有 就给你扔那里头了 对 他怕你说他 所以这种 扔在鸡子弹里了 这种有危险的事 欠别干 对 啪啪 装的哪个都没事 砰 想一想 傻逼了 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评书啊 1991年1月28号夜 唐诗宗 这叫凤凰涅槃 感到了一种 久违了的重生感 你看他这书里头 他一直在 这哥们在重生 就唐诗老啊 他这年轻的时候 你看他在那个 一开始我们这书 一开始讲他在清海的时候 你你回来吧 一开始本来以为被发配边疆了呢 对 就再不能出现在北京了 他一开始小醉沉 犯了第一个小毛病 然后去清海躲事儿嘛 然后啪又被发回来了 可以去这个中东了 这是一个信任你知道吗 嗯 肯定的 这个信任是要有体系的 什么意思 我惨 屁大 真的真的 我没蒙你 你看啊 他清海回来 去中东 是因为屁大体系 整个社里边 社里边的领导体系 基本上是屁大的 对 基本上整个他们社里的领导体系 都是屁大这个半子的 因为这个体系是 从上学时代就被甄别过的一个体系 对 就已经 就筛过了 你就是已经是被 验证合格的了 对对 对你是被信任的人 就即使你有那些小毛病 那你也是一个被信任的人 因为你做出来的什么 各种各种各样 为什么管他叫中勇巴图鲁啊 巴图鲁前面不中 巴图鲁不中啊 巴图鲁是形容他那个 猛劲 猛劲那不重要 谁都能当那巴图鲁那猛劲 最重要的前面那俩 中勇巴图鲁 这定语很重要 对对对 中勇巴图鲁这特重要你知道吧 不是说你巴图鲁 巴图鲁我咱们太多了 有的是巴图鲁还在那监狱里吗 猛没用 你得前面有中勇 什么叫中勇 这就叫中勇 中勇就得活儿八道允许他 小编了 小编了 瞎捉弄一下 淘气一下 淘气 对对对 除了这个 我媳妇说这也特对 怎么现在还有人在说这事 什么呀 你到底是我女朋友还是什么 十来年了不是女朋友了 你们俩孩子了都 不能有第三个了 原来还准备有第三个 不能有啊 绝对 我们家那个老二那个 男孩好可怕 我那猛死人 那怪兽 我的天哪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我就想这巴图鲁 对对吧 你看看谁他儿子 不也叫巴图吗 对对对 为什么叫巴图鲁 巴图鲁 这巴图鲁这都是 前面有中勇 那定语他重要 就是中勇巴图鲁 到了这地方又被 说实话那安曼 就跟那个记者集中营一样 嗯 记者集中营啊 你去不了的 怕的 全都守那儿了 黎德川最近 回去可能也能 牛逼一下 无功无过吧 对对 可能 功还大一点了 你不是那谁吗 拍旅游照片都被逮了 然后回去还能 混一下 实验局 所以我跟你们说 就这个时候最难熬的 就是这个之前的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你看这个人生啊 就是你看他在青海 和这个青海帐篷里头 和安曼的这个 其实差不多好 一毛一样 哦 还想我 肯定有时候想我 为什么要 我一直想打喷嚏 就一毛一样一毛一样 你没发现吗 就在那帐篷里头 撞开 那时候跟那个谁 汤梁啊另外还有米老鼠呢 米老鼠 跟米老鼠在一块 他们俩在帐篷里头 憋着 琢磨 我要打仗了 我要拍这个 拍这个肯定能瞅 我他们是卡帕附体 我是卡帕转世 所以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他的偶像是那谁 海明威 卡帕的偶像是海明威嘛 干爹了都 那何之偶像啊 你看我再说谁 当年丢骨是我偶像 他没称我干爹吧 对吧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终极目标你知道吗 就是你这 拜偶像 拜到终极目标 拜干爹 但是你别像吕布 那你就行了 就是咱们继续讲 哎卡帕好像就 吕布来着 他就后来跟干爹闹掰了 就是因为把干爹的那个 锅给吸了 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证书啊 就是这个 晚上突然间 唐师老接到了这么一个 电话 那个唐师曾 开始得到命令了 那命令是什么呢 这个 钱也想不到 我媳妇看了半天 说这集讲什么呀 我说你这讲 看太多了 看太晚了 我一共就 一共就讲了15个字 就是晚上打电报来了 不什么打电话来了 终于说唐师曾 你可以去以色列了 为啥要去以色列 伊拉克打仗 为什么要去以色列 对啊 伊拉克打仗 为什么要去以色列啊 还是没法去 伊拉克 要我肯定去伊拉克 唐师曾肯定也是那么想的 要肯定去伊拉克 那推而求其次可以去以色列 因为不是说吗 一开始我们就再说了 在整个这个海湾战争 这个伊拉克的这个部队 被这个联合国部队 迅速武力挤压了以后 他势必得有一个释放口 对 释放出去 那释放到哪呢 就是周围邻国 周围邻国里头 最直接的就是释放给以色列 那敌对势力嘛 那代表着那个西方势力嘛 意识形态的 对对对 因为以色列久年代 才跟中国建国 现在咱说的时候 我怎么成河南人啊 那时候还没建国呢 没有建立外交啊 那就是九几年 九几年 大家提醒一下吧 就没有建立外交呢 那会儿 没有建立外交 就导致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结果呢 就是他代表着正经的 这个西方势力 所以这啪在一起压的时候 这个释放口 全怼的这以色列了 也就是说这个 就就开始放炮呗 那是最热闹 记者除了去伊拉克 就是去以色列 那就赶快能去以色列 去以色列 这也算取先救国 也不叫取先救国 就是新华社要 要有一个特拉维夫垫头的稿子出来 巴图鲁得当第一人 这是死命令 你不能让别人给占了先吧 我跟你说啊 就是查这个以色列这个 昨天我媳妇过来 没觉得吓人 我这屏幕上全是各种炮 对啊 我查了一晚上 1991年1月18号 以色列 1月19号 以色列 20号 以色列 21号 以色列 就是在Google上查这个图片 或者你在百度上查也能查上 各种各样的这种图片 被屏啦 各种出来了 我不给你PPT没意义 你们自己去查就好啊 你就看有那大蘑菇云 跟他没枯了味的 这是近期的 没听 就为什么那个以色列 有那个铁琼戏 你都不知道吗 我好想听过 就前一段时间 那个微信上 你看我说 这15个字 能蒙半个小时 快说快说 就前两天微信 不就传嘛 好多中国人 就在以色列的中国人 拍的 就在那边的华人 华侨 或者在那边做生意的 什么的 他们就拍 大白天大黑夜去了 那边就往这边 飞导弹 火箭 啪就飞过来了 往城里头 飞 你就比如说吧 你就站阉京饭店底下 或者你换一个 就站国贸底下 然后你看那边 啪飞一导弹过来了 多可怕 然后这是一正常事 啪啪啪啪 大家都拿着拿手机拍 然后他们以色列 特牛逼 他们那个 老早就知道 这玩意从那飞过来了 然后马上就 吐吐吐吐吐 好几个就飞过去了 反导弹的那个 碰碰碰碰碰 在上面给他给 放花了就 然后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 啊 习以为常 你想这是92年就开始 冰棒舞似 就那时候那铁琼系统 还没完整的建立起来呢 他们所以他们现在 在唐生马上要拍的那些 就是当年我记得可轻的就是我一回顾那些照片的时候 我一下 哎呦莉莉在摸我小时候嘛92年那会儿我就开始那时候是最轻武器迷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们家我跟你说我们家那时候我睡那屋跟我现在这枪库里差不多 差不多 打刀画吗 不是 那时候是可以买那个 仿真枪的 是有的 但是不是那个仿特好啊 是打那真大BBBBBB 黄豆 就反正就那么大黄豆就能打出去 反正就那 就那哪个形我也都有都给你切枪 你问我妈一枪全是 我攒出来的 三二三十把呢 真的满枪都是 攒了好多好多年所有零花钱都花在那了 然后后来的所有零花钱都花在摇滚乐磁带上 然后就所有零花钱都花在吉他贝斯鼓 没有鼓 就吉他贝斯这些东西上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 在那个时候真的历历在目就我看那些回顾那些老照片 被炸的就飞猫腿 爱国者 就是这个时代 那个时代不光是年轻人知道了牛仔裤 对 这飞猫腿爱国者也让大家这个记忆犹新 那时候来大家跟我说说这个有没有什么绕口令 什么飞猫腿爱国者 飞猫腿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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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说过 就在那个 就那个新年的那个那个 那个牛的那个 好像真的真的大家那个评论里头说一下 是不是有飞猫腿爱国者 所以我跟你们说那个 就是它形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一个 词汇 飞猫腿爱国者 你说这个就怕年龄暴露了 对 起码你是一80后 对 对吧 就那会 像我这个什么都不知道的 我还都知道飞猫腿爱国者 我就特清楚那会儿就学校里头成年那几个喜欢军事的 看照片报纸上的照片还有什么那个说昨天那个电视里头看上什么飞过去上底下看上什么堂克了 然后那个时候那个一片红的那个印象就印在脑子里了 就一个红衣服 红的那种绒衣 然后穿一个黄的马甲 戴一个更贵 你戴戴眼镜 是吧 对 就玩这个 米勒形象 笑米勒的这么一个白胖的这么一个形象 它不黑 我叫黑 真的真的 唐老师属于那种怎么晒都不黑 尤其他后来就得了这个病以后就更不黑了 白胖嘛 这个米勒佛的这个形象 未来佛 真的 真的 我真的 老爷子就像一个未来佛 一个小引线在这个世界上 就大概就是那么一个现场 在那边 感觉好激动啊 成特拉维夫 对 那是中国第一个在特拉维夫 砰砰砰被扎成这样的 人第一个发来报道的 以后我们会讲到那那那些地方 就是唐氏老在那发报道 你看那城是一什么城 那城不是一个那个 特破 特什么什么 不是那样 很先进的 不是咱们这样的 就是北美这种 不是这样的 稀疏的这种 不是 是正经的那种 你还有印象吗 就是咱俩去什么 咱俩去曼谷 大街上坐车什么 去高地方看曼谷城 那种秘密的 有高龙 有矮的 特密 有特高的那种建筑 一看就是大酒店什么的 那种 是那样的城市 在那样的城市上面 在飞导弹 火箭 化学武器 然后所有人都开始 照那个 宝东面具 对 不如鼓一个那个 那叫什么玩意儿 那整个防化服 全都是那玩意儿 一部队 全开部队 全是以色列那兵 这你那以色列那兵 在大街上 烂七八糟的 就跑来跑去 你想嘛 就是你自己想 这挺可怕的 这事儿 对 老百姓 而且以色列 它是 我觉得这以色列的国兵 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我是一老北京人 就算我从小 递根在北京长大 我 我 我没有那种 就是比如说 这这还得有什么恢复 什么 没有这个 北京人吗 正常我在这 和平年代 长大的孩子 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吗 我是 没有经历过任何的这些 东西 但是你想那以色列那帮人 以前啥也啥也没有 然后他们那国家 自己花钱买回来的 那土地不就是 自己花钱买吗 然后跟人谈判 爱谈判上买了 花好多年 两千多年了 啥给复国了 那你中间这两千多年 站着这地方的人 肯定不干吧 对 就开始飞导弹吧 所以就说飞到现在吧 你现在插这图 以色列 特拉维夫 爆炸什么 或者导弹 飞弹什么 还是那样的图片 拼帽公司冒打 大红烟雾飞下来了什么的 他那个也不是说都能给挡上 而且他们现在是这样 就是挡难嘛 就是毛和盾 毛容易 盾难 最难的是盾嘛 毛相对 他随便飞 六百个火箭弹出来 那近主要是你知道吧 就 风台打大星 真紧 都到不了顺意 你知道吧 就风台打大星 你就 多那个 就 牌子炮都崩过来了 你知道就挡不住 你知道吧 所以就是 他变成了一种 哎呀